之前的台风烟花似无忌惮地席卷着我们神州大地 网友也在强烈呼吁着把烟花除名 至于台风被除名是什么意思 可以去看看我们十万不冷知识第85部台风 为什么会被除名 如果你想知道台风是怎么命名的 也可以看看我们十万不冷知识第84部 顺便插个题外话 台风烟花这个名字 是我们中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给取的 它上一次出现还是2015年第26号台风 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今年的第6号台风 烟花带来的降雨持续不断 但是让人们不免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台风带来的降雨即使特别大 哪怕到了特大暴雨的级别也不会打雷 而我们平时下一场不是很大的雨兜 可能电闪雷鸣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从雨的行程说起 其实雨的行程是多种多样的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分别是对流雨 风面雨 地形雨和台风雨 对流雨最有可能打雷 它是因为地上的空气受热上升到高空后 因为温度反差大 导致它急剧降温 空气中的水蒸气预冷凝结形成的降雨 而它形成的云和大气中的其他云层 会因为正负极不同的原因产生雷电 不过对流雨一般雨都下得特别大 但是下得时间不长 多发生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比如午后两点左右 我们常说的雷阵雨就是这个类型 第二种是封面雨 这种是大气中也有的暖气团 在空中与冷气团相遇 之后暖气团遇冷会变成雪滴 从而产生了降雨 封面雨一般不会特别大 但是下雨的时间会很长 第三种是地形雨 它是指的当潮湿的气团前进时 遇到高山阻挡 气流被迫缓慢上升 在高空中因为降温 水气发生凌结 从而形成降雨 最后一种台风雨 就是台风刮来的雨了 这种雨可能会很大 达到特大暴雨的级别 造成很严重的红烙灾害 但往往是不会打雷的 听着是张军事 梦只是很严重的红烙灵 谁为的梦只是往来的愿意 听着是张军事 梦只是发梦只是发梦 听着又去听听 梦只是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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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子也被开放 三人 开始 梦是 梦